我們基層一直收到訊息 就是吳主席 要參選總統這個念頭 一直沒有斷過 我給大家看一個 這是我今天早上才收到的 在我們國民黨的LINE群組裡面 連署支持吳敦義 參選2020總統連署書 連署書 你的連署還沒來 他的連署已經來了 所以除了連署韓國瑜韓市長之外 還有吳敦義吳主席 你現在是支持他嗎 這張可以送給你 謝謝 另外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網路上還有人在傳 所謂的 這個字位太小 擁有16張王牌 天廳的吳敦義 16張王牌 他去挑了16個吳主席 參選總統的優勢 16個 各位 找我可能兩三個都挑不到 吳主席可以挑到16個 誰會這麼認真 去幫他整理這16項 我覺得一定就是他在基層 還有一定的企圖心 跟實力存在 我覺得其實現在 國民黨的問題是這樣 坦白說 國民黨現在主流意見非常清楚 就是要徵召韓國瑜韓市長 可以講說大概85%到90% 都是要徵召韓國瑜韓市長 很多人把這件事情 徵召不了韓國瑜韓市長 推給朱主席 朱主席 朱主席 認為說因為你不願意公開 跟主席會面 導致於大家的這一連串會面破局 所以卡到韓了 各位想想看 這個會面說實在 真的是沒有必要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四個要會面的人 哪一個人意思大家不清楚 我們先講朱好了 朱現在擺明了 徵召韓國瑜他全力支持 第二個王 王就是反對徵召 他就是要出選 第三個周錫瑋 周錫瑋說竟數徵召民調最高韓國瑜 那不是跟周錫瑋一模一樣嗎 唯一大家搞不清楚的就是吳主席 到底吳主席你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所以很多 所以參與到這個人會覺得說 我的意思已經這麼清楚了 為什麼你還要來找我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人認為說 就是因為你不願意參加 所以卡到韓了 各位想想看 韓國瑜韓市長 現在不能表態的原因 是因為朱跟吳沒有見面嗎 是因為朱跟王沒有退選嗎 還是因為韓市長 他現在現這一段不方便表態 不方便表態 他不能夠現在就接受徵召 或不接受徵召 所以在朱跟吳 或者是王跟吳見面之前 吳主席是不是要先跟韓市長談一下 你有沒有意願 或者是你什麼時間比較適合 或者是我們已經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徵召你 然後用一個最好的方式讓你出場 這是不是吳主席要先去想方設法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做法 吳主席完全都沒有去思考 怎麼去徵召韓市長 完全沒有 如果說要徵召的話 我個人認為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應該要 一直去拜託韓市長 貴也要貴把球出來 幫他動黨 黨的高層去拜託你 現在其實是最好的機會 水到渠成 多少人要幫他連署 剛剛我們謝議員 也要幫他連署 王議員也要幫他連署 已經連署了 他已經連署了 連署好幾萬 然後黨代表要連署 6萬5千多 6萬5千多 還有別的議員也有連署 對 中部跟南部都議員在連署 然後主要參賽者之一 朱立倫全力支持徵召 你現在你還有什麼 不能徵召的理由 你到底還在等什麼 這個是大家覺得最奇怪的地方 所以最近才有一個疑問出來 老鼠偷偷學大德在後面 大德不是郭台銘 是吳主席 大家現在很害怕 Kingmaker變成King 你是不是利用 因為他從頭到尾 也沒有明確的說他不選 只說萬分之一的機會會選 那就是還是有機會會選 他沒有完全的說死 他不選 所以現在大家就很懷疑說 是不是因為你要選 所以你搞這一出出來 有人用一個成語叫做一桃殺三世 古時候叫二桃殺三世 要殺三個勇士 給他們兩顆桃子 讓三個自相殘殺 三個都死掉 這是號稱就是用自謀 除掉政敵 現在說用一桃殺三世 讓你們三個去搶總統的位置 搶一搶去三敗俱傷 這時候國民黨沒有別人了 所以我個人我跳出來收拾殘局 這個就是一個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關鍵就是吳主席 你到底有沒有要選總統 我在這邊也是誠懇的呼籲大家 就是請主席先說明清楚 當你說明清楚 你沒有要選總統 大家會對你的觀感 跟對於你的相信的程度 是不一樣 就不會很害怕說 跟你私下會面 會不會會面完之後 忽然放一個風聲出來 又誰卡誰 然後又利益交換這些 我覺得這個是主席 第一個要面對的東西 去年在立法院 就是投票之前 去年10月 有一個宗教基本法的草案 一開始有36個立委連署提案 包括王院長黃昭孫 他那時候是內政文會的趙偉 還有林戴華 林戴華是民進黨的立委高雄的 這個法案一提出來 然後就是引起很多的反彈 後來就不了了之 這是宗教基本法 更早之前是2012年 當時的內政法是李鴻源 他的十大施政亮點之一 叫做宗教團體法 無論是宗教團體法 或是宗教基本法 都是要規範各種宗教的 但是當時李鴻源是說 希望一兩年之內能夠完成 結果2012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 所以恐怕短期之內 宗教團體法 宗教基本法 都不會過 到底平常有沒有在拜拜 有沒有那個信仰 還是說為了票才去的 我想很清楚 就是說像剛剛韓兵俊在 所以你反對大家去大甲媽祖是不是 不是 有人四年才去一次 那個媽祖也看在眼裡 你沒要選就沒來 你不是真心虔誠的 那就沒意思 我們要檢查一下這些人 多久去一次是不是 應該是要這樣才對 來 我們看這個報紙 這個是王院長 這是韓市長 這是盧市長 這是柯P 這是顏親標 你看自由時報這個照片做得非常小 為什麼這麼小 這個新聞自由 我們看這個蘋果 蘋果的照片是台中市文化局提供 剛剛主持的那個 這是一個Longing 這可能是空拍機 也可能是制高點 這邊有一個圈起來 這是韓國瑜 韓市長 是這樣的畫面 其實這個不是蘋果拍的 這是台中市文化局拍的 你看那個聯合報 我們先補一下 你剛剛搞擠的這個 這真的有 吳主席真的有去 謝謝你立刻拿出證據 可是那個聯合報用的這個照片 跟蘋果拿出來一模一樣 也是台中市文化局提供的 有這樣的場面 觀眾朋友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 選情 聲量 明星的一個溫度計 就是這樣子 這都不用坐 這就是現場 就是這樣 其他選人自己應該想一想 這是我們中國時報的 這又是吳主席 有圖證明 這是顏親標 你看 這是顏委員 顏寬 被人扣到這樣 大家管你三七二十一都滴滴滴 這是我們中國時報的畫面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其實很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民調 最近的民調到今天為止 16個民調是12比4 主席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因為謝龍介說 韓國瑜大勢底定 我是認為吳跟王是大勢已去 這個豬也許還有點機會 但是吳跟王 我覺得這樣去講 他們也不是很公道 因為他們在政壇都打滾這麼多年 你看這個狀況 可是他們都不覺得大勢已去 所以現在堅持到底 大勢已去不能講 我可以講 他們不能講 他們自己不能講 你不能講 講得多沒面子 大勢已去 他們心裡一定有數 看民調就知道 看這個就知道 可是有人執迷不悔 不是 對 主持人 因為我這樣講比較不好意思 有些民調 連他們兩個都沒列進去 根本不做你的民調 為什麼 你說那麼多 我做你浪費我的時間 浪費我的錢 他們不清楚嗎 他們這些老生 當然很清楚 賣掉了 所以你看我很少去拚 但他們在堅持什麼 對 就是一個下台階 你要來跟我講 不是叫我自己退選 你要來跟我講 要選總統都要來跟我講 所以你說韓國瑜要去 勸退吳敦義跟勸退王興平 最後一定會去做協調的工作 包括豬也是一樣 我是覺得說 這個很清楚 這是大肆底定 謝忠介講沒錯 這大肆已去 我相信吳跟王兩位 比我還清楚 他們是非常內行的 大家看這個民調也知道 我來講一下朱立倫 要先給他看這張報紙 這是朱立倫當時3月5號 去見韓國瑜 兩海擁抱 其實是朱立倫報他 當時其實這是密談 昨天的媒體聯訪的場合非常好 朱立倫非常的狡詐 媒體問他說 朱涵會的時候是不公開 為什麼吳朱會堅持公開 是否擔心換柱事件重演 這是我們媒體記者問的 問得非常好 然後朱立倫回答 他都講過什麼曾昭涵權力支持 他講是重複的事情 可是請觀眾朋友仔細看 我們記者問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吳朱會堅持公開 你根本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這是他狡詐的地方 你跟韓國瑜見面的時候不公開 你現在跟武頓一見面要公開 你的原因是什麼 記者問了 可是我跟你講 事實上包括沒有人寫 而且大家知道我們撿SOT 像韋翰很會做新聞 就知道說剛剛記者 可是你剛剛都沒有聽見 袁元智在解釋 袁元智解釋說怕不公開 出來會有很多其他的話 我是沒有注意聽 我的意思說 你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你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記者問得很好的問題 但是媒體在簡單的時候 都把那些重要的問題剪掉 會不會他們覺得 公開不公開不重要 他們覺得 武頓一到底什麼時候 才要公開的去徵召韓國瑜 比較重要 你沒有辦法解釋你自己 為什麼前後不一 所以他就用迴避的方式說 沒有 我全力支持 我全力支持 會不會給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他這樣子 當然就是有不能講的理由 原因 我覺得當然講出來會對國民黨團結不利 我個人解讀是這樣 我覺得兩個人互信基礎真的不夠 因為今天其實沒有 其實第一個就是他沒有見面的必要 既然你要見面的話 那就公開 至少可以營造一個團結氣勢 如果說你要施壓會面 其實會有個風險 因為我們互信基礎已經不夠了 而且你還沒有放棄你要參選 我怎麼知道我們會面之後 到時候會不會有什麼風聲傳出來 到時候大家打死都洗不清 難道你要去錄影或密錄嗎 如果說萬一有個傳言就說 誰又卡了誰 或者是中間有牽涉到什麼利益交換 這個傳言會滿天飛 其實朱立倫不想退 這帶回到我的問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像這種話 他是怕不公開 顯然我剛剛講他也沒注意聽 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有一些話講得太明 其實對黨的團結不好 改天蔡賴會也要公開嗎 蔡賴會要不要公開 是張志豪決定 看你要談什麼 張志豪決定要不要公開 這不是我決定的 我決定看你談什麼 就像朱跟韓碰面的時候 他們也不在談 誰要勸退誰的問題 他們談比如說市政交流 或其他事情 那些事情是 他們私下可能需要溝通的 但是吳跟朱 現在到底有什麼好溝通的 看不出來 沒有見面的必要 我也要抱怨一下輝文 我剛才也是問你說 吳敦義這個時候 如果出來開個記者會 告訴大家說 我確定不選2020 我只要徵召韓國瑜的話 大家是不是就放心了 朱立倫是不是就放心了 王金平是不是也就死心了 如果吳敦義這麼清楚的講 是不是就沒事情了 你也沒回答我 這我覺得OK 如果吳主席要這樣處理的話 你覺得這樣處理會比較好嗎 他會遇到很多的壓力跟 包括袁元對他的攻擊 像剛剛葉元智拿出來 我覺得是對吳主席的攻擊 吳主席如果是真的要選的話 這幾個禮拜以來 他不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你是認為他沒有要選 我這幾個禮拜 對吳主席徹底的改觀 但是袁元智剛講 那個讓我心情又不好 但是我認為說 要不要見面一會兒不是朱立倫自己決定 他想公開就公開 他不想公開就不想公開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吳主席的堅實是對的 哪有什麼通通都公開的 蔡賴會怎麼可能公開 不可能 他已經說他不知道了 如果蔡賴會公開 張英文我講一句話 如果蔡賴會公開 我來跟葉元智道歉都沒關係 沒關係 問一下洪威好了 洪威主席是不是現在 讓很多人覺得他自己還想選 我跟你講其實像剛才原智說的說法 因為確實在黨內或者是媒體間 一直都在這些傳言 但是老實說 我比較認同剛才惠文所說的 就是你想想看吳敦義 他是政治老江湖了 如果他今天玩這一招 其實我自己要選 我自己是要選的 他最後也是不可以 因為沒有韓國瑜 跟那個人見面 讓韓國瑜不能出來 然後朱立倫跟王金平 因此就退了 最後我吳敦義出來 我來拯救國民黨 非我莫屬 我不出來 連你都改觀了 很多人都改觀了 我的意思說就是說 我不認為這樣子的一個 老於政治的人 會做這種政治自殺的事情 你不覺得 我覺得吳敦義是這樣的人嗎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我要講的 就是說沒錯 其實很多人可能都覺得 我已經準備很久了 然後那可能這是我人生的 最後一戰 可是現在的情勢 已經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我剛才看到一個 就是大家 大家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去了 所以大家都有這個網路的聲量 那麼韓國瑜他的聲量 是4萬3千多比 就是昨天 昨天一天 韓國瑜是4萬3千多比 蔡英文不錯 小英男孩不要太失望 有3萬4千多比 大概3萬1千多比 也是排第二 他是排第二 蔡英文還排到第二 所以昨天的這個 聲量表經出來了 第一名韓國瑜 第二名蔡英文 對 然後第三名是柯文哲 柯文哲不到1萬比 但比韓國瑜四分之一還不到 所以這個網路聲量 你也可以測得出來 任何一個有政治判斷力的人 已經非常清楚 現在未來的局勢 就大勢已定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還要說吳敦義 他還在做一些操作 沒有錯 他現在因為他還沒有正式的 對媒體說 說對 我不選 他講清楚 就沒這樣子的想法嗎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勸他 很多人都這樣勸他 我覺得可能是性格的問題 或者是他也不想變成 別人逼他或什麼 我就要講什麼東西 也許 對我來講 也許他如果他把他講清楚 他處理這些事情 可以讓大家就是 讓人家不要 他就是心服口服 也讓人家不要有這麼多的說法 但是我要講說 如果吳敦義今天不是為了要處理 韓國瑜徵召的問題 請問他前幾天在忙什麼 他到底在忙什麼 白忙一場嗎 演也沒演成這樣子吧 演到 然後自己都搞不清楚嗎 什麼 就很入戲 然後另外一個 也就是在禮拜六的時候 應該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就傳出來 包含跟韓國瑜沒有辦法會 然後王跟朱的 尤其朱市長要求公開會面 後來也沒有辦法會 所以黨中央就決定 就決定10號就是禮拜三 本來是中場會 要通過這個初選辦法 決定延後 延到韓國瑜回來之後再來說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延後 不就是為了韓國瑜嗎 老師說 我覺得開門會 閉門會 都不重要 我真的認為現階段大家所吵的 到最後我們要真的 你覺得很重要嗎 開門還是閉門很重要嗎 因為就是大事已定 你今天就是韓國瑜 如果今天國民黨 到現在還認不清楚說 我今天最強的人就是韓國瑜 還在最夯最夯 想這樣想那樣 老實講 我都覺得這些過程都是多餘的 浪費時間自我消耗而已 當馬英九跟阿扁在2008年 兩個總統要交接的時候 在台北品館會面 我怕你弄我 我要全程公開 當2016年馬英九跟蔡英文 在台北品館也是政權交接的時候 因為沒有互信基礎 朱立倫我想他也不懂了怎麼論述 會用選項問的問題 他答不出來 我去高雄看韓國瑜的時候 就老朋友見面 那時候沒有可能談選總統 他糟糕 你要選嗎 但是現在吳主席找我 顯然是要談初選了 這種事情一定要有黨的高度 跟公開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願意公開講 我的那十幾個字 要選的話 權力以赴不選的話 就支持徵招 這個我也會公開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論 論述能力也不強 所以我還是回到那一點 網路防疫力不強 網路的攻防能力非常重要 會用選長質疑那個是對的 我覺得也讓朱立倫就沒有辦法回答 不過我剛剛那樣的講法 其實也是在於介於就是說 其實他會要求一定要公開 跟去見韓國瑜 還是有那麼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韓國瑜不是黨主席 不管黨內出選遊戲規則 吳敦一時 韋翰講得比朱立倫好 他的論述能力比較強 那當然 也不知道 問你